骑着摩托车 载着好友一起去做环保 这是72岁苏联平的日常 环保真的 一载我很多来 不只是环保 在我们的小组 通常你看到他 看到我 看到我也是看到他 就走不开那种 很多是这样 他走路慈祭已经20多年 曾经很积极参与活动 直到2005年 太太因为癌症往生 加上自己年纪大了 心动不变 又一个人独居 日子是越过越孤单 会好像有点羡慕 那些师兄 有去国际争灾 现在我就不能够去了 那个时候就发觉到 他比较有少许 关闭自己 没有打开心门 就是不喜欢笑 不讲话 不喜欢讲话 所以我就鼓励说 不然你就来这边 藏住 就看到他一直 打开了 把心胸打开了 变成最初来的 肚子一个人 坐在一个角落 到现在他也可以 跟那些师兄师姐 沟通得很好 交流得很好 苏联平 他现在是环保站 固定的班底 推广环保也很有力 环保教育 应该是很重要 如果每个人 有了教育 就不会 玩丢东西什么 法庆相伴 打开新门 晚年的生活 也能够很精彩 大爱新闻 罗香贝 陈敏 马来西亚报道